龙做了一个梦 女孩对他喊着 我的名字是三叶 然后对着他一根头绳 龙惊醒了 但似乎还在梦里 他看着自己的胸脯 好像多了些什么 他一边摸一边喃喃地说 这感觉好逼真啊 这一幕被一个小女孩看到了 以为他在犯神经 又把门关上了 站在镜子前 他才发现 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 这天三叶照常起床上学 电视上放着彗星即将来临的新闻 上学路上 伙伴调侃地说 你今天倒是扎好头发了 男生说 三叶昨天一定是被鬼上身了 三叶觉得莫名其妙 课堂上翻开笔记本 上面写着 你是谁 晚上三叶陪外婆节生节 外婆说 人和神是会产生联系的 三叶一家世代供奉着宫水神社 女孩们要在祭祀日跳舞 做口角酒 少女当众把嚼过的米 吐进碗里封存 发酵之后 就变成了供奉神灵的口角酒 这让情窦初开的少女 感到有些羞耻 三叶受够了闭塞的小村庄 她大声喊着 来生让我做一个东京的帅哥吧 第二天 铃声吵醒了三叶 她滚下了床 竟然在一个不认识的地方 胸前平平的 腿间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小心摸下去 她竟然变成了一个男孩子 羞耻地上完厕所 她走出了家门 居然是梦寐以求的东京 她以为在做梦 那就好好逛逛吧 来到学校 一个男生一把抱着了她 她娇羞地叫着 哥哥 朋友们觉得她今天很奇怪 她解释的 人家 好吧 气氛变得更奇怪了 晚上 三叶按提醒去了龙打工的地方 还给漂亮的奥斯前辈缝补了裙子 奥斯前辈对这个细心的男孩刮目相看 回到家 他翻着龙的手机 里面有他拍奥斯前辈的照片 看来这个男孩暗恋奥斯呢 三叶在备忘录里 得意地记录了帮龙跟奥斯前辈的发展 突然想起来本子上写的 你是谁 他在手心写下了 三叶 第二天 龙醒了过来 看着手上的字 还有手机里多出来的小日记 龙很深懵逼 朋友们说 他今天好像正常了 但是昨天的他 更可爱一些 打工饭店的其他男生 对于龙和奥斯前辈的发展很不满意 龙想辩解 奥斯前辈却一反往常地主动跟他打起了招呼 这下更解释不清了 龙和三叶发现 他们会不定时在睡梦中交换身体 一周会有两三次 并且交换时的记忆 会在醒来时变模糊 为了不破坏对方的生活 两人在手机里相互指定了规则 比如 不要洗澡 不要乱摸自己 在很久一段时间里 三叶在龙的身体里 替他追究奥斯前辈 龙在三叶的身体里 让他变成了一个受欢迎的人 这天 三叶的外婆要带他们去神体 供奉神灵 正好是龙在三叶的身体里 外婆讲起了结的意义 把人连接在一起的是结 时间的流逝也是结 把灵魂和身体连接的也是结 口角九则是人们和神灵 建立连接的结 他们把口角九供奉在了神体里 黄昏来临 传说这是时空交错的时间 外婆突然问三叶 三叶 你现在在做梦吗 龙出神地看着外婆 忽然 他在自己的身体里醒来 不知为什么 已经泪流满面 手机响了 他才发现三叶帮他约了奥斯前辈 龙慌忙地赶去约会的地方 另一边 三叶正对着镜子喃喃地说 现在 他们应该在一起了吧 不知为什么 眼泪就流了出来 黄昏 在分别的地方 奥斯前辈问龙 是不是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说完就挥手走了 龙打开三叶留给他的备忘录 写着 约会完 应该正好可以看到彗星吧 龙并没有听说会有彗星经过 按照三叶留的电话拨了过去 无法接通 算了 下次互换身体再说吧 另一边 三叶的村子组织大家一起看彗星 三叶离奇地把长发剪短了 朋友小心地猜测 是不是三叶失恋了 三叶突然停下了 漫天的星空中 彗星划过 留下了一道梦幻的红 绚丽的彗星在燃烧中一分为二 发出了危险的红色 从此 龙就再也没有跟三叶互换过身体 他一直画着记忆中三叶的村庄 终于 他决定凭借着印象去找三叶 奥斯前辈和朋友也都来帮忙了 他们听说 龙要去网友奔线 龙慌忙地解释 不是这样的 他们并不知道三叶家的确切位置 只能带着画像 边问边找 但是直到黄昏都一无所获 他们在小面馆里打算订返程的票 老板娘认出了龙的话 是四守镇 他的老公曾是那里的村民 朋友们听到这个名字都很吃惊 因为那里 三年前就被彗星分裂的陨石毁掉了 龙赶到了那里 记忆中的小镇 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 只剩下了学校 朋友问他是不是弄错了 但是 这个学校 这个草场 明明都记得很清楚 龙掏出手机 想让他们看一看三叶的留言 但是消息竟然在他眼前一条条消失了 龙在那场陨石遇难者名录里 找到了三叶的名字 难道这一切 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吗 龙很沮丧 奥斯前辈来安慰他 无意间看到了龙手上的绳结 龙说是几年前一个女孩给他的 他不认识女孩 但不知不觉 就当做胡神附带着了 他突然想到了三叶外婆讲的 结的含义 决定感觉自己最后梦中的神体看一看 他果然找到了供奉的神体 还有三叶的口角酒 喝下了口角酒 三叶的记忆 涌入了他的脑中 再一睁眼 龙穿越到了三叶出世那天的身体里 四叶打开门 看到了一边柔胸一边哭的姐姐 并且姐姐还一反往常地要抱他 四叶赶紧关上了门 心想 姐姐一定是坏掉了 龙往学校跑去 他一定要借着三叶的身体救下全阵的人 朋友们听到灰心会炸毁阵子 虽然不信 但还是跟着制定了计划 他们要炸掉电厂 用广不通知居民去学校避难 在这之前 龙要去找到在他身体里的三叶 三叶也在龙的身体里醒了过来 他爬出身体 看到了被陨石移平的小镇 这时他才意识到 自己死在了陨石下 原来三年前陨石日 他曾经去到了东京 找到了龙 但他不知道和自己互换身体的是三年后的龙 那时的龙并不认识他 三叶失望极了 临下车 龙却突然叫住了他 想知道他的名字 在人群中 他解下发带 递到了龙的手上 龙也在三叶的身体中想起 给他绳结的 就是三年前的三叶 两人终于赶到了同一个山上 但是 三年之隔的两人 却见不到对方 黄昏之石来临了 时空在一瞬间被打破 回到各自身体的龙和三叶 终于见面了 龙要三叶回到镇上 继续拯救居民 为了不再忘掉对方 龙在三叶手上写上了名字 当三叶写时 黄昏之石结束了 龙发誓 不论三叶在哪儿 自己都要找到他 他要在手上写完三叶的名字 但是 他叫什么来着 龙大声喊着要救他 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人 他叫什么 三叶那边 他们炸掉了电厂 但是根本没人相信所谓的恐怖袭击 他必须要找到自己固执的镇长父亲 求他帮忙 但是三叶突然发现 自己记不住那个不能忘记的名字了 奔跑中 三叶摔倒了 他想起来 那个人在手上写了名字 张开手 那个人写的是 我喜欢你 三叶笑着哭了 傻瓜 这样 我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呀 他坚定地握紧拳头 找到了父亲 他一定要救下全镇的人 然后找到他 美丽的陨石穿过了云层 龙在往来的地铁上 出神地盯着自己的掌心 五年前 自己离奇地出现在四手镇后 就常常感觉若有所失 不知道为什么 四手镇的陨石灾害已经过去八年了 但他还是经常看着有关的报道 那天晚上 小镇偶然地进行了群镇避难演习 大部分人都集中到了学校操场上 躲过了一届 他总是感觉自己和这件事有着什么联系 龙在床上醒来 他记不得做过的梦 三叶在床上醒来 他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 两个人在人群中狂奔着 互相寻找 他们终于知道了自己在寻找的 原来是一个已经忘记的人 在一处台阶 两个人相遇了 但是又害羞地擦肩而过 终于 龙在也不想等了 那儿 我 你也 你叫我 你叫我